台演员齐聚首群音蕙翠电视节 一届的王牌电视节 正式开始了 大幕已经拉开 精彩还将继续 上期节目中 老戏骨们重现绝对经典 学耻童牙吉小兰先声夺人 拿一破石头来跟我玩这 破石头吗 打了一辈子了 来打他 青年演员们不甘示弱 重新演绎浪漫爱情故事 大话西游 又会带来怎样的精彩 如果你零九千要亲我一次 就算你能得到我的肉体 也得不到我的灵魂 从此以后 再也没有至尊宝 王牌电视节 将为每轮胜者 奉上王牌奖杯 面对终极大奖 两队更将火力全开 一出门 要把凤宝们刮墙上去了 耶 大话叶子你耍什么剑啊 经典老戏骨 实力展示超强演技 不要你死 我要你死 你得回忌 遗憾真的戏我很少看 我只能做个小鲜肉了 您老好歹得收下他 今天我可以赢了 今天 陈建斌为何现场怒斥张铁林 你不故意的吗 你给我下去 新婚夫妇张国立蒋文立 重现感人爱情 你又管孩子又照不家 还得上班不容易 我要对你说一声 辛苦了 陈建斌张国立张铁林三代皇帝 合唱龙的传人 龙的传人 人气青年演员 展现超强活力 革命甲的小骨子欺负我 三更半夜 漂浮只靠一圈 你愿意娶我吗 没告诉我的游戏规则啊 爹你耍我对不对 爹娘 他们为何集体下跪 他们又为何同台落泪 有一段很深刻的故事 爱情公寓主演 惊喜现身 感动全场 谁想我 时光荏苒 经典永存 他们曾伴随我们青春年少 你们也伴随了我们整个青春 带给我们欢笑和感动 也是我们永难忘怀的回忆 言差何止这个贪官 哦耶 今天 在王牌对王牌的舞台上 两代优秀演员 将展开一场关于演技的战争 只能我说的算 好人 好人 救命啊 王牌人气大奖 究竟花落谁家 他碰他可是你的鬼 点脑子啊拜托呀 万一给太高 没有人可以玩 答案马上揭晓 欢迎各位收看这间位是 Vivo王牌对王牌 前置两千万柔光双摄 照亮你的美 本节目由Vivo手机冠名播出 在上周的节目当中呢 我相信所有人 对于我们的经典老戏鼓队 和青年演员队 所呈现的演技是大为折服 而本周我们的比拼 依然将继续 究竟每队可以获胜 谁才是今天 全场最受观众喜爱的 王牌人气演员 各位比拼继续 好了青年演员队 带来的大话西游 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 看来我不应该来 现在知道已经太晚了 留下得回忆好不好 我不要回忆 要的话留下你的人 还好 就算你能得到我的肉体 也得不到我的灵魂 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我们不会有结果 让我走吧 好 我让你走可以 不过你临走就要亲我一下 再怎么说 我也是个西洋武士 你让我亲你我就亲你 我亲一步是还没有面子 你说谎 你不敢亲我 是因为你还喜欢我 我告诉你 如果今天你拒绝我的 我会后悔一辈子 就算后悔 我也不会亲你 要鬼 只能怪相逢的恨本 造化了 你不亲我先又死在这儿 好 我亲 我亲自你拒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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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拒绝你 我亲自你拒绝你 我忽然觉得 我有点喜欢你 可是 可是 可是我的心好痛 我忽然想到我心里面还有一个人 我想到他我心里就好胆哨 我觉得五百年有多漫长 我忘了 以后的心里 为何 你还有 你的心告诉我 你最爱的人不是我 而是他 当我看到他在你心里留下的东西之后 我就明白了 你经历了这五百年 为了要找的人 并不是 挑战经典是一件特别有压力的事情 对 是吧 你们演刚才那一幕 自己内心的感觉是什么 豁出去了呗 豁出去了 两字 走心 刚才我看你都哭了 被你伤到了 对啊 我在旁边我都不好意思上来了 我心想这么好的感情 我在倒什么乱呀 不要出现算了 对啊 我就弃全了我 我们在最后早上 谢谢这三位带给我们的 致敬经典的大华戏 谢谢 谢谢 那青年演员队 对于经典之作 勇于创新的精神 是值得鼓励的 所以王牌电视节组委会决定 颁给青年演员队 一个王牌创作奖 一字鼓励 下一个游戏叫做 合力的演技 两队各派出夜点 选手将在主持人给出的规定情景中 作出即兴表演 并完成游戏挑战 本环节在于 考验演员的 即兴反应能力 好了 现在两队都进入了 我们的合理的演技 第一道题 五彩带一分钟 我给你一个人物设定 好 你的人物是 原始 原始 这个挺好难啊 我觉得 三 二 一 开始 哇 演得真好 哎呀 你干 你干 什么东西 很真实啊 有判断 是不是要在背后 演一个背景 什么 你搬马跑过去 来 我也合马 这干什么呢 哦 哦 天啊 学舞蹈的吧 这不会晕吗 好荷啊这个 好能赚啊 学舞蹈的原始 加油 加油 林更新 若是我们的话 这样赚已经挂掉了 已经吐了 对 好厉害 五 四 三 二 一 时间到 难道不晕吗 好晕啊 好晕啊 真的 太厉害了 所以眼珠现在 好了 眼珠到后面去了 眼珠到后面去了 这样我公布一下 萧萧的这个最终的成绩 一共赚了四十四 哇 哦 太厉害了 好接下来 蒋梅丽老师要来挑战了 我也给你一个人物的设定 你的人物设定是 美人鱼 好 哎 哇 哇 拼搭 哇 哇 看 哎 你看看 老演员就不一样 有想象力 对 嗯 我这是好有功地 哎呦 哇 我真是小瞧你了我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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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赢了 赶紧赚吧 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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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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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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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赢 时间到 太厉害了 真棒 蒋文立老师转圈 最后的成绩是23拳 这一轮转圈数的比拼当中 获胜的是萧萧 下一题是用脸来吃饼干 萧萧谁来 王刚老师 王刚老师 这边呢 萧萧 你们的情境是 何神何大人 爱和容嬷嬷 一起回到了现代 品尝到了饼干这个东西 三 二 一 开始 好多 好多奇怪怪的人 原来这姑娘里都是太监的 怎么今儿全变成美女了 是啊 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就记得我的秦军公 有一回想给皇上有好东西 但是 这不是我当年送给皇后娘娘那个配黑饼吗 啊 这怎么是饼啊 这是黑黑饼啊 这明明是战国时候的一个铜钱呢 啊 这明明就是 我相信我辣的秦军公里的宝贝本来想给皇上的 让鸡饼给挡着 我得认真看一看是哪个朝代的呢 我记得当年我送给皇后娘是怎么用的啊 是用来铺粉的 你看这样铺一铺铺 铺一铺 对 好 好开始了 开始了 两个人都找到了合适的理由 嘿嘿嘿嘿 你这边来 再拿一块 再拿一块 不着急慢慢来 何大人 慢慢慢慢慢慢 慢慢慢慢 回来回来回 回回回 你接不住 你接不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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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秒就迟到了 不应我这个 我不听信 我不听信 我觉得你也来一块 真点明老师也吃一个 马苏你来 你来吧 这样的就马苏跟陈老师再来一轮 不演 直接比吃 你吃 来 来吧 那我有点不划算呀 因为我的脸比较长啊 他说脸长 脸长 就远对吧 对呀 来吧 一 二 三 开始 别着急 陈建兵 云南白亚牙膏 让你好口腔 吃啥 啥都香 来来来 吃吃吃 好厉害 好厉害 脸长是好处的 脸长兜得住啊 他已经吃完了 脸长输得住了 他老就进去了 吃完了 那我认输可以吗 不错 很难很难 下一道题 吃用线吊着的食物 两队派谁 您是一位失眠的皇上 失眠的皇上 我三天都睡不着觉了 我困死了我 这不就是传说那个 这是失眠的 帮助睡觉的帽子吗 对 我的天 据说戴上这个 就能睡着觉了 嗯 这不就是传说那个 这是失眠的 帮助睡觉的帽子吗 你应该想喝醉了 哈哈哈 别远是吧 哈哈哈 这没失眠 这喝大 哈哈哈 别着急 哈哈哈 哈哈哈 慢点呦 慢点呦 慢点一点点 一点一点 哎 哎 哎 你不能用那种不屑的眼光看着他 哈哈哈 你要期待 要用期待感 得爱他 爱爱他 对 充满了爱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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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得伸舌头 你伸舌头 你伸舌头 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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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眠的 我可以回家睡觉了 哈哈 哈哈 用时一分十六秒啊 这很不容易的 再进来 哎 孙悟空大闹天宫 哈哈 三二一开始 嗯 嗯 什么鬼 哈哈哈 哈哈哈 是失眠的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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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魔王 他这个怎么那么容易啊 越使劲越咬不着 哎 看看这个 这个有希望吧 哎 哎呦 哇 你什么厉害啊 小心 就是 十八秒 哇 这轮获胜的是成了帅领的青年演员队 下一个游戏演技传声统 这个是我临此前和你的一段对白 你看看 计台词是演员的基本功 本轮游戏考验的就是 演员临场计台词的能力 好了吗 好了 传声统游戏规则 每队各派五名嘉宾进入合间内 其余几位戴上耳机 第一位看指定电视剧经典桥段 并传递给第二位 以此类推 最后一位说出正确词句多的队伍获胜 考验各位记台词的功底到底怎么样 请戴上耳机 这么大声音 好吵啊 好 台词给到你 来 第一个片段请看 你疯了 是朕执意要求成员 是朕执意要立他为父亲 是朕与他有了孩子 你为什么不恨朕 皇上你为臣妾不想吗 臣妾多想恨你啊 臣妾做不到 臣妾做不到 太难了去了这个 太难了这个 快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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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了 开始了 我可以摘掉吗 开始开始 听好我每一个字啊 记好了 你疯了 是朕执意要娶纯元 是朕执意要立他为伏计 是朕与他有了孩子 你为什么不恨朕 皇上 因为臣妾不想吗 臣妾多想恨你啊 你快点说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前面再说一遍 臣妾做不到 你疯了 是朕执意要娶纯元 执意要立他为伏计 执意立他扶朕 你为什么不恨朕 你为什么不恨朕 皇上 臣妾我做不到啊 都想恨你啊 可是臣妾做不到 走 你疯了 你为什么执意要娶纯元 你疯了 你为什么 李福晋 李什么李福晋 李福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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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个完了 真所毁云一旦 完了 你疯了 皇上我做不到啊 臣妾做不到 第一个是你为什么要娶纯元 第二个是你为什么要立福晋 李福晋 第三个是我疯了 不是 第三个 第三个是什么 皇上我做不到 皇上我做不到 好 向下传递 你疯了 你为什么要娶纯元 你疯了 你为什么要立福晋 皇上 皇上 臣妾做不到啊 你疯了 我再来一次 我再来一次 你疯了 你为什么要娶纯元 娶纯元 你为什么要立福晋 皇上臣妾做不到啊 好 下一位 差不多 你疯了 你为什么要立福晋 你疯了 你为什么要娶纯元 皇上 臣妾做不到啊 你疯了 你为什么要立福晋 你疯了 你为什么要起身人 喝手 臣妾做不到啊 先掉了一半吧 差不多 小心 哎 答案是什么 我觉得是 我觉得是三个字吧 他还在上一轮的游戏规则当中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是要你 胡复他们说的话 哈哈 而胡复演出来演出来 我不知道 我没人告诉我的游戏规则啊 我 这一轮呢我们的玩法又发生了一些变化 第一个人看到的不是对方出的题目了 而是一个剧情片段 你要 哈哈哈哈 不是不是我先 哈哈哈哈 没人告诉我呀 谁告诉我了 没有人告诉我 小心 为什么其他人都知道呢 不是你 没有 我一直在听这个 好听吗 我就快炸了 哈哈哈哈 你为什么安排这样一个人站在最后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现在就想到多少算多少来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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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在这儿呢 我前妾做不到是后头的 中间还有一段是皇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皇上 你 不能 看你能憋出多少来 哈哈 皇上 我想说两句话 是吗 你疯了 是朕 执意要去纯元 皇上 我想说两句话 嗯 呀 哈哈 对了那么一句 臣妾做不到啊 其他 全错 原版的皇上 觉得现在翻版的这个皇上 在第一个的表现怎么样 哦 演得非常好 演得非常好 嗯 词记得也也也非常好 非常好 他是读的 哈哈哈哈哈哈 啊 第一个可以读 啊 可以读 我说他怎么演得那么好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们这边要总结教训 不管谁是第一个 不要去演他的情绪 要尽去把他那词说两遍到三遍 没错就不要动作 就就台词就行 明白了吗 他光顾着演了 是是是 我们两队互换一下位置 你这就我我们五位老师上的 好 就是台词最重要 动作不重要 不用不用学动作 太可怕了 上台就分析的这么清楚 老戏骨就是老戏骨啊 哇 我最后吧 哎呦我 你我前面是你呀 啊 我害怕 哈哈哈哈哈哈 他一在我前面我紧张 不是那咱们俩晃晃 我在最后 您说给我 可是你在最后呢 对咱全队的胜负 不理我 有很很 来来来 点灵过来过来 到我这位置 就他第一个就听那个张老师的 哈哈哈哈 那一会就传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对不起对不起 哈哈哈哈 来老师们请准备啊 戴上耳机不得看屏 哎呦这么想啊 不想你们就看见了 各位老师请看 这是哪出戏啊这是 这么多词啊 w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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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李车 回去 我要离物我的死 我叫你记住我的车啊 回去 我不想离开这个 回去 我要远就把李车玩的 我睡完就走 不要看到我伸手易处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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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张老师这个不演情绪不行啊 让我先平复一下 我估计我演完我的心脏病这个 哈哈哈哈好嘞 哎 张老师这个不演情绪不行啊 不管谁是第一个 不要去演情绪 你是说 我一起 我不要你不动我的死 我只要你记住我的生 回去 我不要你看这个 回去 我还有一句话没说完的 我说完就走 我不要你看我身手易冲 不要 不要 回去 我不要你目睹我的死 我只要你记住我的生 我还没听话没说完的 我说了我就走 我不要你看我身手易冲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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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死我了 你 哈哈哈 毅霜 回去 我不要让你看我身手易冲 我不让你看我死 你回去 回去 我不要 我不要走 我还有一句话要说 毅霜 回去 你快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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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 你快回去 第一句话是什么 第一话是一 一锦霜 一锦霜 我不要让你看我死 我要让你看我生 不要让你看我生 我还有一句话要说呀 一锦霜 我不要看你死 我要看你生 看我生 哈哈哈 我不要看你死 我要看你生 我不要我不要 你快回去 你快回去 哈哈哈 啊 你笑什么 哈哈哈 哈哈哈 我我不要看你死 我要看你生 我不要我不要 快回去 快回去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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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我的妈呀可怕 第一句啊 呃呃 我不要看你死 我要看你生 第二句是 快回去快回去 哈哈哈 好冷静啊 哈哈哈 我不要看你死 我要看你生 快回去 快回去 哈哈哈 哈哈 哈哈哈 最后台词怎么就只剩这么两句了 哈哈哈 到这里的时候台词数就锐减 哈哈哈 看看有多少话 哈哈哈 我的天哪 那儿的一大堆呢 哇 哇 啊 王高老师大致判断一下 这是一部什么剧 根据台词传递出来的信息 琼瑶剧我觉得是一个 电情剧 哇 你就他現在宣传到 CG 我不要你死 我要你生 我们来看记住了多少 请重复台词 鉄球 合唱 只对了一句快回去 来 互换看下一轮记忆的程度 上马错就错 我不知道规则 我不知道什么东西 对 你没记住 我一看这咆哮的这个 我就已经疯了多 那就穷瑶戏吗 穷瑶戏 对的 这比那个那种东西 猜那个人的 但是就算把咱俩搁在那个位置 它传到最后 它也会 一定是要地点 全部忘干净 马错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先把台词给你 准备好 请看片段 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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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啊 靠北小虎子 欺负我 他把我的狮子抢走了 这么大的狮子 这么大的狮子 他把狮子都给他拿了 他还把狗狗养我 大婶 你们家傻妞 我给你送回来了 我还要去干活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Slow ab 记下 好 好 好了 来 我的天呐 开始 呃 啊 爹娘 啊 爹娘 啊 爹娘 隔壁的小鬍子 他欺負我 他把那個獅子這麼大的獅子 這麼大的獅子給我 撩走了 他還放過我咬我 大嬸 你們家的傻妞 我給你送回來了 我還要去幹活 我先走了 啊 不行 啊 他還放狗咬我 他還放狗咬我 你忘忘忘 大嬸 你家的 大嬸 我把你家傻瓜還給你了 傻妞 傻妞 來 你來 啊 爹娘 隔壁家的小鬍子欺負我 他把這麼大這麼大 那個獅子裡搶走了 這是嗎 他還放狗咬我 然後 大嬸 你們家的傻妞我給你送回來了 好 好 再來一遍好不好 爹娘 爹娘 隔壁家的小鬍子欺負我 他把這麼大的獅子給搶走了 還有什麼 等一下 再來一遍 好 爹娘 隔壁家的小鬍子欺負我 他把這麼大的一個獅子給搶走了 然後 就 就 就搶了個雞瓜什麼的 我不知道啊 你搶了什麼 然後 你隨便再搶點什麼東西吧 爹娘 隔壁家的小鬍子欺負我 把這麼大的獅子給搶走了 小鬍子欺負我 屍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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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屍體 爹娘 隔壁家的小鬍子欺負我 他把這麼大的一個屍體一個搶走了 不是屍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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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一句 屍體 屍體 屍體或者石頭 爹娘 隔壁家的小鬍子欺負我 這麼大的石頭給搶走了 小鬍子欺負我 發脫 發脫 來演一下 爹娘 隔壁家的小鬍子欺負我 隔壁家的小鬍子欺負我 怎麼會是柿子呢 誒 等會兒 沒有 沒有 這不細說的肯定是柿子 她明明說的是石頭 她說的是石頭 我都聽見了 我記得這段好像應該還有幾句 就是小燕子和五二哥那個莊那個什麼的那個 對嗎 哦 不錯 來請 勿換 柿子是什麼東西啊 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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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紅柿 是那個嗎 柿子 那不就柿子嗎 不然呢 哈哈哈哈 那你說 你告訴我那是屍體 好小燕 台詞給你 請看片段 楠錢 你這怎麼在咧 啊 沒事 你出門兒 撞門上 撞門能裝成這樣 滿腦子清 先撞門上 門兒又躺回來 又撞牆上 墻又太硬又撞門上 門風又大又刮回來又撞牆上 这是要口令啊 揣摸好了吗 好好好 OKOK 可以了来开始 老钱 你这身大脸 老钱 你这死大脸 老钱 你这身大脸 没事 一出门装门上了 装门上了装成这样 满脑的心 先装门上了 一盘上回来 又装门上了 又装门上了 风太大也挂回来 又装墙上了 老巧 你这是咋了 啥 你这是咋了 你这是咋了 老巧 老巧 你这是咋的了 一出门装墙上了 装满脑的心 我一出门装墙上了 又被弹回来了 又装了 又风太大 又被弹回来了 老巧 你这是咋的了 我一出门装墙上了 装了满脑来的心 装满脑来的心 风太大又给弹回来了 又给弹回来了 你出门装墙上了 又被弹回来了 又给弹回来了 又给弹回来了 对对对 跟我说呀 赶紧告诉我呀 哎呀老巧啊 我这一出门啊 这撞墙上了 风太大呢 又给我弹回来了 对对啊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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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啊 呃 风一吹 给弹回来了 风一吹啊 给弹回来了 给弹回来了 啊 啊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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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老巧啊 这个老巧我一出门啊 撞墙了 撞墙风一吹呢 我要逛回来了 这个老巧就这么多了 就这么没了好了 出门撞墙上了 这个冬冻风一车又撞回来了 撞回来了 没了 好 我们看到了 国立老师生无可恋的样子 您记住了多少句台词 他说的我一个都没落掉 说说看 老巧啊 我一出门刮风给我撞墙上了 然后我又给撞回来了 没了 一个都没了 老巧啊 老巧啊 老巧了 他是叫老巧 那个人姓钱 我以为怎么那么寸老巧了 不是 人家是方言 对啊 他是 他说老巧这炸的了 我没听懂 善喜话 善喜话饿舍了三行 咱们不怕饿排第一期 哎呀 你应该把我封到头上去吗 哦 老钱啊 肯定是怎么这样说 哎呀 老钱啊 哎呀 出门 然后风把他刮墙上去了 哎呀 翘的恨又把他吹回来了 对 张老师 你舍得没的恨 对呀 恶事还是把没的恨嘛 好了 这轮比赛结束了 刚才你们是对两句啊 这队只对了半句 所以综合整一个游戏 获胜的是青年演员队 耶 耶 赛文马上进会的是演技大对决 王牌跟王牌 演技对于一个演员的评定 可以说是重中之重 在这一环节 两队将进行即兴演技命题考验 一起争夺王牌演技奖 究竟两队嘉宾 哪一队的现场表现更好呢 好 各位 我们现在正式地进入了 我们的演技小课堂 题目类型有很多种 第一个题目类型是视频题目 小园队 先选两个人 参加这个视频题的考验 谁 我跟张提琳老师 好吧 第一个视频 请看大屏幕 真正能团队 因为这边都要表现 千万点 这边把玩意倒过来 你放过来 你放过来 吃面 把玩意放开 来 放开 我放开 好 吃点 把人 放la 放开 这这这是吃面 来你试试吧 就这么随便啊 对对对就吃面啊 对好好吃吃面 哎正好哎 前早上我没吃饭了 来来来咱们开始 把你这面 放满了来 哦 来再加再加再加 加满了 再加 好现在开始 吃了 哎呦你三天没吃饭呢 你吃啊 哎呦吃了吃了 你这面条啊 是我们晚没拿 拿住就掉地下了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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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这面撒了一地哦 咱俩剪几了吃 咱中国人是不能浪费的 中国人有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艰苦朴素的 好作风快 哎对哎呦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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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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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180度的绕圈 哎呦哎呦 然后360度的绕圈 哎呦哎呦哎呦 这是演实面来是演打击 哎然后这一就眼冒金星口吐白沫 然后眼就是望着天 导演啊啊 我可能吃了一碗假面 哈哈哈哈 现在两位角色发生了互换 我是导演了 哎哎啊角色不换老师 哎哎哎哎呀 快吃面吃面 这个面你已经三天没吃饭 特别饿 哎吃太快还有快还有快 哦吃完了吃完了 bul在嘴里 把嘴鼓成一个鲸鱼的样子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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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可以 谢谢大家 小元哪里来的皮皮虾 哪里有皮皮虾 我不叫皮皮虾 最近还蛮好玩的 就是骑着一个皮皮虾走了 好表现不错 掌声送给他们 杨真好 接下来要考验的是 命题的情感戏 派谁 国立老师和张老师 这边是金婚组合 对 这边是 孙义舟来吧 谁愿给我一对 都不愿意 我 你说求我 我可以跟你一对 你求我 我也愿意跟你一对 行 我们一对好不好 好 皮皮虾 我们走吧 好 两队 这道命题作文 就是根据你们 不同的年代感 演出夫妻或情侣之间 从吵架到复合的过程 考验啊 老艺术家 这太有经验了 没问题啊 金婚队这边 关键词是情书 你们的关键词 求婚 求婚 小元队先来 来 二位请 十年前 一步惊婚 用真实的中国式婚姻史 引发了国人的共鸣 张国立和蒋文立 用浓缩的五十年婚姻路 带我们探索出的爱情真谛 和文立同志恋爱后 保证不按其他女同志 你干嘛坐着我 因为我有交情 谁不知道李天娇呀 前天缠着你同工 我连她的手我都没判一下 你没判她的手 你判她的心了没有 你胡说八道什么你 十年后 这对欢喜冤家 再次相聚在王牌舞台 他们将带来 怎样的精彩表演 让我们拭目以待 文立 今儿个是情人节 咱虽然老夫老妻了 咱也浪漫一回 我呀 给你准备了一样礼物 我收到了 收到了 这才怪啊 我这准备给你 你在三线什么也没学会 学会脸皮厚了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 你看看这是什么 这不是信吗 谁的信啊 这你的情书啊 什么 我哪来的情书啊这个 你跟李天娇的事 全场都知道了 你还装什么装呢 都给你来情书了 你还在这给我送花 你想怎么着你 有完没完的这件事 我早跟你说清楚了 我跟李天娇什么都没有 人家李天娇 就是一个新到常来的 小姑娘 小姑娘 小李 你还要不要脸了 同志 同志 你这话可越说越过分了 我怎么过分了 我告诉你 不管别人怎么慎慰 咱是夫妻 你对我要有点信任 我对你信任 我跟你说 这是什么 咱们别说这个 小李那儿 我连她的手我都没碰过 你没碰过她的手 你碰过她的心了 有完没完的 这日子还能过去吗 谁想跟你过了 我跟你说 你说你没事 你干嘛要回来 我说你被谁要回来 你想怎么着 你想打我是吧 来吧来吧来 打呀 有本事你打呀 打呀 我都不知道 你说我 着急忙慌了 我回来干什么 我 我回来干什么呀 我知道你回来干什么 离婚 离就离 我也不想跟你过下去了 回来 我这急急忙忙从三线 回来我要 对了 我想起来了 我这 婚礼 刚才的事 我太急躁了 没跟你说清楚 我在三线这一年 你又管孩子又照不加 还得上班不容易 我一直跟单位领导打报告 请调回来 那单位呀 考虑了咱们家的情况 就批准了 这调令来了 我想着今天 是个情人节 这应该是我给你的 最好的一份情书吧 哇 哇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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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即兴的 哎呦 即兴的 哎呦 我力太让人感动了 眼泪都出来了 哎呦 呵 不议啊 好 我只想说 对方的队友 你们还想比下去吗 现在其实可以结束 我知道你们心里很感动 你们可以退场了 谢谢 谢谢 以后再联络了 绝对有压力 这压力太大了 但我们可以学习啊 学习 是 我们抱着学习的心态 没错 好 来了 哦 出来吧 小苏苏 只好是你 哎 我给你个惊喜啊 什么惊喜啊 我送你一个手机 Vivo 我看一下啊 哦 我知道了 柔光双摄 照亮你的美 好 小苏苏 看着我 我今年 三十一 我们好了二十八年 我盼了二十八年 这么倒推过来的话 我们三岁就应该好了 是吗 青梅竹马呀 所以三岁我们都好了 到今天了 一共二十八年了 你能嫁给我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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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周 其实这二十八年 我一直在等这一刻 我说不上我现在的心情是什么 也许是激动 也许是失落 不是 你什么意思啊 我不会嫁给你的 我们好了二十八年 我每一天对你什么样子 你心里很清楚 我等这一天 我等了很久 我当然知道你对我什么样子 二十八年 我就让你学一道菜 西红柿炒鸡蛋 一道馅再做的都不好吃 那不是因为你喜欢吃的蛋吗 我喜欢吃的蛋 那你也不能不放油啊 马苏 我不知道什么 什么炒蛋 会变成你我之间感情的阻隔 我不明白 如果说你有别的理由 你请你告诉我 好吗 好了 咱俩别再吵了 我今天就跟你说句实在话 我不会嫁给你的 回来 回来 干啥呀 你吓唬我 说清楚 回来 你还家庭暴力咋的 我忍不了了 真的嫁给我 这就是我为什么不能嫁给你的理由 三个月前 三个月前 我们单位体检 我就得了这病 我也没好意思跟你说 其实也没什么 可能就是今天明天的事 你说你这一个月 就挣上这么三千块钱 租房子一千八 生活费一千 就剩这两百块钱 你告诉我 能拿着他干什么事 钱跟你比起来有那么重要吗 我不管你得了什么病 我们在一起只要有一年 一个月 一天 一小时 可是 我情愿跟你做一小时夫妻 那如果只有一分钟呢 一分钟也行 我认了 再求一次婚 坐好 坐好 等会儿我找下戒指 马苏 我 嫁给我 嫁给我吧 如果 我只有一分钟的寿命 你也愿意娶我吗 一秒 我都愿意娶我 谢谢 太能下边了 我我看进去了 进去了 我看进去了 哎呀我天哪 紧张死我了 朋友 接下来呢 下一轮讨厌 我们派单人出战 好不好 两位队长各派一个人 应对下一题 小圆先说派谁 王刚老师 好好好 我们选王刚老师 这边王刚老师 这边谁 就我喽 那就你吧 你喽 规定的情境 可能会有点虐心 恋人 去世了 所以先演还是好的 我后面压力好大 我感觉 王刚老师 您先来 那我怎么演 一会儿 演得很尴尬 不是 这个我有点疑问 对于他来讲 恋人去世了 对我这个年龄的人 应该是妻子顽固了 说这话对不起 我老婆 老婆别变异啊 哈哈哈哈 对啊 可以用道具啊 好 王刚老师 已经准备这序了 三 二 一 开始 莉莉 我刚参加完咱儿子的婚礼 我就来到了 当初咱们经常见面的地方 我可以非常高兴地告诉你 咱们儿媳妇 非常漂亮 跟你年轻时候一样 一会儿你走了十年 十年生死 两茫茫 不思量 自难忘 千里孤焚 无处化凄凉 相顾无言 唯有 泪千寒 泪千寒 哎呀怎么一直在震动啊 啊 啊老婆啊是我 我在开心电场 啊你也来了 我跟谁那么动动 不是演戏这是 谁谁是莉莉 莉莉莉 这是剧中的人物 讲我讲文莉 讲文莉是来了 来了 你跟我不是一句语的 你非要看个照片啊 照片 行你看 照片我给你看 你看 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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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这谁呀 哦你瞧着眼神 我呗 张国丽老师 我以老师吧 哈哈哈哈 张国丽 莉莉 哈哈哈哈哈哈 好厉害 好厉害 死鬼 你怎么不说冰冰呢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小心压力巨大 我我还上去吗 来吧小心 来吧来吧来吧 试试吧 试试 学习 学习 好我们看看小新 定着压力 会带来一个怎么样的表现 加油啊小心啊 来准备好 三 二 一 开始 怎么还不出来啊 在后边酝酿呢 我把我的车子也喜欢 就是我 当然 不是 都超过两个人 能不知道 为什么没有人躺在那儿啊 我觉得她需要吃的吗 考验也 哈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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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哇 我有好多次这种体验 经历过很多次了 我们要上去帮帮她呀 你上啊 你上 我帮你推床 病人家属 请您节哀 在死亡证明上签个字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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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着呢 这是给你打开 这两个 这两个是捣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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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捣乱的 我能采访一下你吗 哈哈 你在这一段戏的过程当中 你心里想的是什么 能不能给给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我只能看到正后背 所以我不知道她正面是 哎呦 因为我看了她自己内心世界的一个故事 啊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 这段真正的感情的进入 林更新的进入 是在后半段 但是她们这段小品演的好是好在哪呢 好在一个集体主义观念 她们一看这林更新这 这就下不去了 这怎么办呢 很快的 马苏她们两个人上来了 让家属签个字 但是呢 她们完成了一半 没有完成下一半 人家家属还没签字 她们把床 把人就给人抬走了就 有点太急于表演了 知道吗 这床推不动 你们去看看她为什么推不动 把那一踩不就推走了吗 河 沉河也跑上来了 生生的给抬走了 没有 张老师 你们见过这种事 我考虑过这个问题了 但是你觉得这很好玩吗 那个轮子 那卡的那个地儿啊 我看她前面就试过 脚不一定有身体群 腿短 腿短 我看她跳戏 知道吗 这个是很劲 表演功力的 而且呢 既然PK 你就不能再 走我这个路子的前面 然后她另辟蹊径 你不是读诗吗 你不是自白吗 我呢 偏偏一句话都没有 高就高在这 就这一下就高了一只 知道吗 所以这个安排 我觉得特别棒 教育 此时无声 胜有声 谢谢方哥 表示赞上 真的 好 这一轮的评判呢 是我们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啊 大家关注到的是 所有演员 现场即兴表演的部分 你觉得更好 就把票投给她 小燕这边是蓝色 和这边是红色 投票开始 我们是蓝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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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给红色 好大颜色 189比178 这轮获胜的是 是小游戏来的经典老师 公平 公正 公开 最后一轮比拼 好厉害 终极才艺比拼 反正光开 今晚金鸾殿 黄上 Camera 一招出五个新门口 乃兴的视儿牵着走 牵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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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牵着走 牵着走